各位 中共现在正压迫着台湾的艺人 要集体表态 反台独 支持中国统一 而且持续透过观光 农业 威胁利诱台湾 以伤为证 已经触统 以武力恫吓 是中共一贯对台湾的手法 在这种时刻 台湾的民主正面临的内外夹击 外有中共虎视眈眈 内有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扯台湾民主的后腿 此时此刻 我们立法院本来应该要团结一致对外 抵抗中共的文攻武贺 而不是在这里制造分裂 强硬删毒国会扩权法案 不是随之唱贺 如果国民党和民众党 你们假借国会改革之名 却以黑箱反民主的手段 不修宪 不讨论 直接扩权 直接破坏宪政体制和架构 追毁台湾的民主和人权 你们跟共产党理应外合 你们在内瘫痪台湾的民主 中共在外武力威胁台湾 就像中研院学者吴瑞仁所说的 今天的国会危机在于把台湾内外交迫的困境 堆到了悬崖边缘 这一次的蓝白国会乱政 实质上是国民党民众党利用立法权联合发动的一次重变 但台湾人绝不会屈服 绝不低头 站出来的台湾人越来越多 不畏风雨 上班请假 上课请假 搭火车 开车 搭高铁 来到立法院外面 对国民党和民众党大声地讲出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如果你们没有听到 我再替外面的民众大声讲一次 对回重审 没有讨论 沒有民主 不论你们如何的橫行霸道 如何跟中共里应外合 我们一定会奋战到底 绝不屈服 永不屈服 是使捍卫台湾的民主与自由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没有讨论 不是民主 对回重审 对回重审